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像TED一样演讲 作者卡麦恩·加洛 全球文明的TED大会 是美国的一家非盈利性的机构 演讲的内容呢 以技术娱乐设计为主 演讲的视频可以免费观看 那这本书适合我们希望自己讲话 更有自信,更具有影响力的人 作者是TED大会的负责人 他通过分析500个TED演讲视频 以及和成功的TED演讲者直接对话 他总结出了9个共同点 帮助我们如何成功的演讲公众讲话 TED演讲是1984年 理查德·索尔·沃夫·尔曼他创办的 最初只是一次的会议 过了6年 TED大会发展成为 一次会为期4天 从2009年开始 TED大会开始向第三方授权 举办TED大会活动 现在有130多个国家举办TED演讲 平均每天有5次 书里面作者提到了 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在乔布斯的魔力演讲当中 乔布斯说 生命有限 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复制别人的生活上 所以当我们不成功的时候 可以反省一下自己 是否在复制别人的生活 乔布斯说 他说不要让外界的吵杂 驱散你内心的声音 重要的是 你要有追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的勇气 因为你的内心啊 早已经知道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作者在书里面也提到 为什么比尔盖茨 在会场上放蚊子的演讲视频 能够风靡一时 那等会儿 比尔盖茨放蚊子的这个演讲 我们会分享一下 一场启发人心的演讲 需要具备三个要素 第一情感 就是打动观众的心灵 第二新奇 就是带给观众新的信息 第三就是难忘 演讲方式 让观众永远的记忆犹新 很多卓越的传播者 抓住你记忆力的同时 也打动你的心灵 许多的演讲者都忽略了心灵的部分 新奇是吸引他人注意力的最有效手段 大脑永远不会对新奇的东西视而不见的 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幽默感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幽默感 融入到演讲当中 关于难忘呢 也许演讲的人拥有神奇的思想 但如果你演讲的方式 很死板 观众可能记不住你说了什么 那你的思想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作者把本书分为三部分 他为什么选择三呢 等会我们会讲三的法则 第一部分是情感部分 作者用了三个要点 来说明情感在演讲中的重要性 第一释放你内心的热情 一个人演讲缺乏热情 演讲就会索然无味 罗振宇说 教育就是人对人的点燃 热情是有感染力的 要感染别人 先要感染自己 所以当你要讲一个题目 首先要确定 你对这个题目是充满热情的 那什么能够让我们充满热情呢 其实在演讲之前 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演讲就是和观众分享我的热情 其实这个知识是可以迁移的 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 没有热情 很难事业有成 所以发现你的热情 并且利用它 我们就会拥有伟大的事业 那什么叫你有热情呢 如果你对一件事充满热情 就会不由自主的想着它 并且付诸行动 所以人不是因为成功而幸福 而是因为幸福而成功 我们可以教你如何讲故事 设计精美的幻灯片 如何用肢体语言 但如果没有热情 这些要素都不能够发挥作用 如果有了热情 很快和观众达成一片 这也算你真正准备好了 要演讲了 第二点呢 关于情感 是要掌握讲故事的艺术 故事是由灵魂的数据 通过大脑扫描显示 故事能够刺激人的大脑 和吸引人的注意力 会拉近听者和讲者的距离 当我们在讲的时候 如果在讲故事 会让听众和我们的距离拉近 成人教育专家戴尔卡内基 他说 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 往往是通过有趣的故事 来表达出来的 如果你看过圣经 你会知道 耶稣在布道的时候 常常用比喻 用故事来布道 有些人说我没有故事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 只要我们足够用心 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故事 最受欢迎的Ted演讲 常常都是以个人故事开场的 比如说看电影 即便那部电影很烂 很法味 为什么有些人耐心的看完呢 因为不知道故事的结局 会让我们觉得很痛苦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虽然很烂 它毕竟是一个故事 这就是故事的魅力 那你说我实在找不出 自己的故事怎么办 你可以讲别人的故事 每个产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创造了这些产品的每一位创业家 也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们讲故事一定要有信心 我们都是天生的讲述者 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站上台 他就不知道怎么讲了 甚至现在有些商业报告 没有故事 只是一大堆的数据 忽略了从情感上来打动听众 我们讲故事的时候 尽可能使用比喻 类比的修辞方法 生动的语言 切记要避免行话或者套话 我们从电影小说来借鉴 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 任何一个精彩的故事 都会有英雄人物和反派人物 一场成功的商务演讲 也应该是这样 首先一个企业行业 面临的挑战反派 再讲主人公英雄 如何奋起应对挑战 最后讲到客户 从反派的威胁中被解救出来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思想是21世纪的货币 故事促进了它的流通 故事就像一盏的明灯 禅师道理鼓舞人心 作者告诉我们第三个方法 情感部分 让演讲像和好朋友一样 交谈一样的自然 那你说如何做到自然的演讲呢 答案就是刻苦练习 不断练习 把演讲的内容内化在心中 所以呢 要做到自然流露 需要大量准备工作的 还要保证你的首饰表情 肢体语言和你的内容语言是相符合的 你接触过音乐人就知道 他们录音要录制成碟片 他们需要很多次的录音 演员也知道 那为什么很多讲话 公众讲话的人 却没有反复的练习呢 没有反复的练习 有时候我们就不会很自然 我们会担心下一张幻灯片是什么内容 遥控器怎么失灵了 现在我应该讲哪个故事 所以会流露出不安 观众会发现 所以呢 要练习练习再练习 在这里有三P原则 第一个是passion 就是热情 你先要对主题有热情 第二个P是practice 是练习 你有了热情又加上反复练习 就会有第三个P presence 就是风度台风 你有了热情和练习 反复练习 你一定能够展示出你的风采 乔布斯 他第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 他也很紧张啊 他甚至紧张到有呕吐感 问工作人员说 卫生间在哪 但是若干年之后 他的演讲就非常的成熟 很有魅力 难怪乎 这本书说他的演讲是魔力演讲 语言表达包括四个部分 余速 音量 声调 停顿 研究表明 听有声书 那些有声书 让人听了最舒服 吸收最好的余速是多少呢 每分钟150到160个英文单词 那演讲家呢 他们是不是比有声书要快呢 是要快 有些人用了190个单词一分钟演讲 那安东米罗宾这位潜能开发大师 他一分钟是240个英文单词 我们站上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不相信 我们的动作就会显得尴尬 不自然 一个诚实自信的人 拥有掌控型的气场 会给别人权威的印象 如果加上手势 就会让你有力的观点 更加的有力 那对于演讲者而言 手势是必要的吗 是必要的 我讲的时候很喜欢手势的 有些演讲者很死板 双手插在口袋里 其实要拿出来 让你的双手释放出来 不要卧在一起 他们想要自由 那你说我从来不会用手势来表达我的观点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在关键的信息的时候 就用上你的手势 用握拳 挥手 切掌 等等 先开始用上 久而久之 你就会习惯了 然后你演讲的时候 身体不要僵直 站在原地不动 要走一走 动一动 到观众里面去 然后动作的时候 这个手的范围 上不高于眼睛 下不低于肚脐 如果低于肚脐 好像让人感觉 缺乏活力和自信 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部分 星奇 星奇呢 作者也给了我们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给人一个看世界的新视角 我们的大脑啊 是喜爱 星奇的事物 人类就是天生的探险家 孩子会问 天为什么是蓝的 我们过去说啊 因为还是蓝的 还把天给照蓝了 为什么还是蓝的呢 因为海里面有鱼 鱼会吹泡泡 咕噜咕噜吹泡泡 把海给吹来了 孩子肯定不满意这样的答案 现在我们知道 天为什么是蓝的 因为太阳光照射的时候 遇到空中的尘埃 冰晶等等 还有水滴 太阳光里面的蓝光 还有紫光就被挡住了 结果蓝光散射 结果天看起来就是蓝的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所以学习新知识 作者说就好像吸毒和赌博一样 能够激活人脑中的奖励区域 不过毒品和赌博呢 属于外界刺激 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学习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新知识 就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这种方式健康多了 对很多成年人来说 学习新知识就好像探险一样 让我们受益良多 如何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呢 这就是很多好的老师 他们期望更新教材 因为新教材 可能让我们有新盈的教学方式 有一位TED演讲者 苏珊凯恩 他讲了内向性格的力量 他说历史上很多推动改革的领袖 都是内向型的人 凯恩说我们越是给内向的人自由 让他们做真实的自己 他们就越有可能提出对现有问题 全新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让我们内向的人不自卑 因为很多人以为外向的人才会说话 不是这样 内向有他的优势 外向也有他的优势 这就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就是一个好的演讲 我们看到一头奶牛 不会特别去注意 如果你看到一头紫色的奶牛 你准会盯他一会儿 我们的大脑就是一块懒惰的肉 为了迫使大脑 用与众不同的方式看事情 我们要找到兴起的方式 第二个方法 设计让观众掉下巴的环节 比尔盖茨上台演讲的时候 打开一个玻璃盖 对观众说 马来热通过蚊子传播 我今天带了一些蚊子来 现在我要把它们放出来 因为只有穷人感染马来热 是不公平的 台下观众目瞪口呆 无一例外 不过片刻之后 比尔盖茨说明真相 说我带来的蚊子 不是虐疾的蚊子 不是虐蚊 这样一解释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称这个环节叫噱头 抓住人的注意力 制造让观众情绪激昂的事件 为什么人们会对比尔盖茨的演讲 记忆深刻呢 因为比尔盖茨的举动 激发了他们的情绪 情绪被激发 不管是愉快的 还是恐惧的 都会让人记忆深刻 作者给我们五种方式 创造欢呼时刻 所谓欢呼时刻 就是我的天啊 这样一个时刻 Holy Smokes Moment 那要创造这样一个 我的天啊 这样一个时刻 不需要很划算 甚至可能只是一个 简短的个人故事 有什么方法呢 有道具和演示 有时候一些关键的信息 用道具来强调 非常有帮助 还有出人意料 和惊人的统计数据 有一位Ted的演讲者说 100个普通人中 有一个精神病患者 今天在场的1500个人当中 就有15个精神病患者的比例 他这样一讲 打动了观众的大脑和心灵 就能说服他们 因为他把数据 和在场的人联系了起来 而不只是把一个冰凉的数据 抛给听众 这就是方法 用数据的方法 还有什么制造欢呼的时刻呢 用图片 图像 视频 用令人难忘的演讲语录 最后呢 以一鸣惊人的方式 结束演讲 第三个要点 用幽默给你的演讲加分 在Ted的演讲里面呢 有一位 肯罗宾逊 学校扼杀创造力 这一篇的演讲 广受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演讲者 非常幽默 幽默能够消除 观众的心理防线 使大家更加容易 接受我们的信息 幽默也会增加 讲者的个人魅力 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在画画 老师说 你在画什么呀 小女孩说 我在画上帝呀 老师说 没有人知道 上帝长什么样子啊 小女孩说 我画完你就知道了 这就是幽默 当然了 肤色启示 性别启示 残疾人启示 有关的笑话 却是不合一的 幽默是人和人 沟通的一种形式 通常我们都会欣赏 别人的幽默感 所以幽默感 是重要的社交技能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 幽默感很强的人 我们通常会倾向于认为 他应该还有其他的优点 例如友好 外相 体贴 和善 有趣 聪慧 敏锐 情绪稳定 会让人有这个感觉 可见幽默的重要性 那我们不是喜剧演员 也不擅长讲笑话 如何让观众开怀大笑呢 我们可以用别人讲过的 幽默故事 幽默话语 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幽默视频 照片 总而言之 让观众会心一笑 就会释放内飞态 内飞态 能够降低我们人的心理防线 所以幽默是很重要的 本书的第三部分 难忘 也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 Ted演讲 要严格遵守 18分钟的时间规则 18分钟不长也不短 演讲时间太长了 听众会越来越焦虑 控制18分钟 Ted演讲大会的要求 会让演讲者的想法 变得更加的清晰 让他们去思考 我真正想要表达什么 其实听啊 也是让人疲惫不堪的 如果你讲的太长了 人家会有认知羁压的压力 过了20分钟可能太多了 15分钟有人认为不够 所以18分钟 这是Ted大会的规定 爱因斯坦曾经说 如果你不能用简单的话 把问题解释清楚 说明你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分享过 为什么作者在这本书里 用了三部分 然后每一部分三个要点呢 因为他说 根据调查 人是能够很好地记住 三项的信息 多了 超过三个要点 可能记忆的效果 就会大大的减弱 就好像我们记电话号码 都是七位数字 超过太长了 记不住 你看法国的国家格言 或者说法国大革命 当时的这个格言 自由平等不爱 自由平等不爱 没有第四项 多了 记不住 餐桌上三种餐具 勺刀叉 很多国家的国企三种颜色 奥林匹克运动三个奖项 金银铜 东方博士 据说也有三位 不确定 东方博士 送给耶稣三件礼物 黄金 如香 墨药 基督教的教义 三位一体 神有三个位格 圣父 圣子 圣灵 你看都是三 三 所以遵守三的法则 会让大家记忆更加的深刻 第二个要点 作者供应我们说 抓住观众吸盈力的魔法 多感官体验 如果我们只是用语言表达我们的想法 更好的是图文并茂 刺激观众的多种感官 视觉 听觉 触觉 味觉 嗅觉 全方位的刺激 另外做幻灯片的时候呢 我们一张幻灯片不要超过四十个词 他认为超过四十个词不好的 一张图片能够帮助我们多记住五倍的信息 如果我们用语言描述 语言 尽可能描述 生动 像一幅画 你看 马丁路德 他的演讲 我有一个梦想 被最多人引用 手语重复 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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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演讲 描绘了一幅图画 让大家记忆犹新 最后作者告诉我们要表现最真实的自己 很多人在台下好像很有口才 一上台 结结巴巴 为什么问他如此不自然 他说我在演讲啊 其实为什么不自然的分享 好像演讲和朋友一样说话一样呢 一个他们不明白这个概念 一个没有好好的练习 作者在最后 这本书的最后呢 提到了美国一位大教堂的牧师 叫约尔欧斯丁牧师 他说这位牧师也去TED演讲了 他说这位牧师一开始 对自己公开演讲的能力很不自信 1999年10月 第一次面向公众不道的时候 约尔欧斯丁牧师称自己怕得要死 十年过去之后 这位约尔欧斯丁牧师在求场面对几万人不道的时候 他的演讲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这位牧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做了上百长的这个不道演说 他才掌握了演讲技巧 今天这位牧师 约尔欧斯丁 他被视为世界上最鼓舞人心的精神领袖 从他的例子我们看到 出色的演讲者并不是靠运气或者天赋 而是靠勤奋和努力 所以要想讲得好 需要勤奋和努力的 需要我们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技巧观点运用在我们每一次的讲话当中 不管是大场合小场合 如果我们运用时间久了 我们一定都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公众讲话的人 好了 这本书就分享到这里